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想一阵风划过我心间 待得望望你就在灯火揽水 有一种情 最好是不再见 岁月辽阔 支撑终究是在天涯 剪不断 这无休的牵挂 回不下 那纠缠的誓言 时间自由转说 是你我今宿电话 时光不停流转 发展华丽的冒险 情愿反转 共一生不及明天 留到云再熟悉 每一期 并至这一段记 修缘 爱子是你吗 是你不让我杀的 左朕 你曾说过 我是你这辈子第一次想拥有的未来 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对你的心并不比你少 可是你却将这份信 用这么多的欺骗 用我亲人的血玷污了 爹 娘 我错了 可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其实 最该死的人应该是我 若是没有这个孩子 我不会因为牵绊而留恋在这个家 我生不如死的世界 现在 有了这个孩子 我连死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到底该怎么办 锦绣 锦绣 走 唐海 你带人去锦绣常去的地方找 是 稍回 派人守住码头和车站 所有的兄弟都给我派出去 一定要把人给我找到 是 阿姨 阿姨 锦绣姑娘和钱田龙依 最近交往力气 你到底跟锦绣说了些什么 我跟他说什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 你怎么看管你自己的女人 而不是来问我 她怎么样 堂堂上海滩黄埔商会会长的女人不见了 你却来找我 左二爷 您是在跟我开天大的玩笑吗 如果锦绣的事情真的和你有关 我绝对不会封过你 你个小王八蛋啊 今天到晚不学好 谁让你偷东西的 我叫你偷 小王八蛋 谁叫你的 站好 我说你 你干什么呀 她是孩子 你谁呀 哪来的疯女人 你不想混了 你是哪家的小姐 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就凭我是警察 我现在 怀疑你是我们再通缉的要犯 把你的身份拿拿出来 我没带 没带 没带你还转什么转 不是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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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们 敢推我 也不看看老子是谁 救命 救命 救 救命 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 你在厉害给我看呢 你在怼我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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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 救你的孩子 我告诉你 这儿 老子说了算 老子今天就踩死你了 无非 就当是多抓了一个头犯 求求你 救救我的孩子 我求求你 好痛 救救 我救 救 让你在嘴里 欣 救命 别走 你别走 别走 救命 救命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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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救救我 别走 害羞 分 救命 我 走 左朕 我想问你 你做了那么多事 争权夺利 你不会不安不会累吗 锦绣 我这一生做过许多 在你看来是错的 是无法理解的事 这我承认 但这些事 我都有非做不可的理由 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一切 是我自所主张 把你拉进我的世界 强迫你留下 如果这也算错的话 我绝不后悔 你不知道 以前在宁元的时候 我每天都要担心你 担心你又陷入纷争 担心你又受伤 我担心你白天出去 晚上就回不来了 现在虽然日子过得很苦 但是我很快乐 我去 二爷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兄弟们都派出去了 您放心吧 还是先好好休息休息 人找到没有 还没有 我去报告前天大宗 判人分上我去报告前天大宗 一定一定 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份大礼 行 那就这样了 再见 为什么连你也帮左贞找他 左贞现在已经不像从前了 他是黄土商会名正言顺的会长 也就是说是全上海滩最有势力的商会首领 我们向家有多少生意都得靠他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毕竟她是你的妹妹 眼前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她是我的天啊 姑娘 你醒了 我的孩子呢 姑娘 你伤得太重 身体又太虚弱 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呢 你还年轻呢 孩子以后会有的 姑娘 你要冷静 姑娘 姑娘 宝宝 乖啊 宝宝 你干什么 宝宝 你这缝子 走开 别怕我宝宝 干什么啊 快来慢慢这样 姑娘 不不 走开 不不 放手 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孩子 还给我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我的孩子没了 我的孩子还给我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她在哪里 你还年轻 我们回去吧 听话 这是报应 我应该亲手杀了左侦 这是报应 姑娘 我说哪儿 这是报应 二爷 二爷 说 有人昨天看到 一个像孕妇一样的女子 被打得浑身是鞋 从相貌和装扮上看 很像是锦绣姑娘 人呢 还没找到 找 继续找 一寸一寸一寸的招 哪怕把整个上海都给我翻过来 也要给我把锦绣招出来 你看 怎么样 还行吧 你看她这样子 是不是有点傻了 放心吧 只是一时的伤心 很快就会好的 那好吧 赶快送来吧 一定一定啊 来 你 你搞搞清楚 这里是静医院 你是我花钱买来的 瞪 瞪什么瞪啊 晚上给我接客 走 听说 你跟左朕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看到凶手了 我现在很幸福 杀你天娘的 真的 就是做朕 我现在很幸福 杀你天娘的 真的 就是做朕 我现在很幸福 就是做朕 杀你天娘的 我现在很幸福 就是做朕 怎么没事 来来来来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去去去去 来来来 里边去 王伯 我没病 没病 你能挑上一个 就证明你没病 少爷 这儿的姑娘多得很啊 胖的瘦的高的矮的 你随便挑一个 你只要挑上一个 王伯就认为你没骗我 王伯 你 少爷 你看你 年纪也不小了 你可是王家的独子啊 王家以后的香火 都要靠你的 你这样下去 我怎么像 在天的老爷和老 好了 王伯 你不要说了 我去就是了 这儿就对了 那好的爷 咱往里走啊 胖的瘦的 高的矮的 都有 随你挑 随你挑 包你开心 走走走 没事 坐吧 坐吧 你走了也好 这个时间太无悔了 你一定是觉得不满意 才撇下娘转身走了 是娘的错 是娘没有用 没办法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爹 娘 女儿终究还是让你们蒙羞了 我恨她 可是我更恨自己不争气 明知道她是这样的人 她的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 我还依然傻傻地爱她 现在 你们不在了 孩子走了 仇我也无力再抱 我还有什么理由活在这世上 姑娘 我们就隔着门 说说话就好 爹 娘 黄泉路上有你们作伴 一定会很幸福 姑娘 姑娘 你这是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想死 我不要活了 我想死 姑娘 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钱没了可以再赚 感情没了可以再涨 这人死了 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害死了我爹娘 我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办法了 我不想活了 不 姑娘 这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只要你有心 有信念 一切都还是有希望的 你就这样死了 让爱你的人怎么办呢 少爷 少爷 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回去再说 姑娘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 打扰一下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 小弟弟 疼 快起来 疼 没事吧 疼 疼 不疼不疼 姐姐帮你呼呼 不疼了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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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送给你 谢谢你 我以后再也不哭了 我真想看我们的孩子 长什么样子 我希望她长得像你 要和你一样的眉毛 和你一样的鼻子 和你一样的嘴巴 我就是希望她是一个小小的你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看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少爷 我带你来青楼 可没叫你来熟人哪 就是找女人 也不能找一个青楼女子啊 黄伯 她是个好姑娘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对不起 我们没有见过这位姑娘 请问 你们要找的这个人 是谁啊 她呀 可是我们黄埔商会 左会长的女人 不慎走失 左二爷正在全城找她 对不起 二爷 你怎么来了 这种事情想给我们去办就好了 继续问吧 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这就是黄埔商会的左二爷 看上去也不像个商会会长了 众姑娘 众姑娘 你认识黄埔商会的会长 左朕吗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我们这几天出去谈生意 看到很多商会的人 拿着你的画像四处寻找 他们说 你是左二爷的家眷 你想回去 我们随时可以送你回去 我不要回去 若姑娘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通过这几日的相处 我相信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不管因为什么 只要你想回去 我就送你回去 如果你不想回去 我就多付几日房钱 你安心住下就行 只可惜 过几日我也要走了 荣姑娘 真抱歉 恐怕 不能继续再照顾你了 谢谢 二爷 我们找到目击证人了 那天晚上锦绣姑娘被人救走了 人呢 还没找到 二爷 这些日子 我们把上海滩翻了个遍 如果锦绣姑娘得救了 她应该自己回宁园才去 即使她回不来 也应该派人送个信 可是到现在 都一直杳无音信 我觉得这件事 有点蹊跷 给我在车站码头 各处设下关卡 查所有出城的女人 只要锦绣还在上海 我早晚都能找到她 是 长官 还是没有容锦绣的消息 继续找 是 潜天俊 看来 已旧事务繁忙啊 老师 你有什么指示 我随时后面 再给你一次机会 跑马场地下的金矿 三天之内全部运出 我就可以当作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是 我认为 我认为 你 我认为 荣姑娘 荣姑娘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出来 看我师父能帮上忙 如果方便的话 你们能不能带我一起走 那怎么能行啊 你一个姑娘家的 跟着我们爷们四处奔跑 这多不方便啊 再说 现在上海滩到处都有人在找你 王伯 这要是连累了我们家少爷 我可是不一的 我绝不答应 让我想一想 少爷 你不会真的想把这女人带走吧 这绝对是个大麻烦啊 救人一命 胜走七级浮屠 既然救了 就得救到底 你没看这位姑娘 几乎没有求生之意吗 把她带走 兴许她还能活下去 既然救了她 我就希望她能活下去 赶紧 之后 也不等 可乐 九亿 三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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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岑 真不乐 三岑 六岑 三岑 三岑 二爷 有状况 既然要走 就该放下了 有些事情 如果一直去想 只会痛苦 倒不如所欣望的一干二净 你说呢 就是这些了 之前检查的确是有 今天早晨工人搬货 发现重量不对 这才注意起来 二爷 区区一批货物 还劳烦您亲自出马 区区几桶油 又何须前田先生大驾光临 二爷啊 得饶人处且饶人哪 把货全部给我收紧 组致 快 快 让开 快 快 快 住手 左先生 这恐怕有什么误会 法国和日本一向是关系良好 我不希望因为什么误会 而让我为难 还望左先生理解 我左镇的码头 我绝不让日本人的祸通过 今天是我们太鲁莽了 码头所有的损失 我们三倍赔偿 请左先生给我个面子 下不为例 停 少爷 王伯 你们呀可回来了 这次怎么在路上耽误这么久啊 这位姑娘是 在路上要不是照顾这姑娘早该回来了 这路上啊硬生生给加了一倍啊 走水路嘛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没事 阿璐啊 你去帮容姑娘收拾一下客房 然后来我这边拿方子 去药铺给她抓点补身体的药 熬好给她送过去 是 知道了 少爷 容姑娘 这一路赏州巨劳顿的 我看你脸色也不太好 不如先去前厅休息一下 谢谢你 谢谢你 请 容姑娘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够了 谢谢你 我一切都很好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告诉我 没关系的 少爷啊 少爷 怎么了 这么多的梁家姑娘 大家闺秀 排着队让你挑 你都不要 这容姑娘 莫名其妙 在妓院里自杀 跟什么商会 还有瓜葛 你怎么会看上 这么一个姑娘呀 王伯 不要胡说 不要玷污了 人家好姑娘的名声 容姑娘她 她很好 这姑娘 年纪轻轻的 还没有嫁人呢 就怀上孩子了 还不知道父亲是谁 万一跟什么恶人有瓜葛 这可是后患无穷啊 少爷 你一向是很有分寸的 怎么这一回 就奔着下路去了呢 你这样 我怎么向老爷和夫人的 在天之灵交代呀 王伯 你就 亲之所终 不能所以 少爷 容姑娘 容姑娘 你是客人 怎么能叫客人做事呢 没关系的 我自己都想找点事情来做 容姑娘这话说对了 是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打算 不知姑娘在外面看上了什么工作 我一定帮你推荐 若是姑娘看上哪户好人家 你还可以说是否你儿 就联系下 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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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使人上演 上演之后 每天都必须要洗一点 否则独眼发作 就会像是万只蚂蚁通事一样 怎么了你 你最近气色不大好 你一定是歌舞廷开多了 漂亮姑娘见了好几个 开始嫌弃我了 瞎说什么呢 今天晚上法族界 工董局的舞会 我几点钟来见你了 你忙好就过来 我等你 锦绣啊 你说 这砒霜是药是毒 砒霜毒性极强 当然是毒 我看到不一定 砒霜虽然剧毒无比 但如果用法得大 是治疗寒痰 哮喘 和力气的奇笑药 王大哥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因为有时候 爱情就像砒霜 有时候剧毒无比 也可以是良药苦口 爱一个人很容易 但当你把它放在心底 再想忘记 就像从心头上割了一块 所以忘记很难 忘记一个人 可能需要几个月 一年 甚至一生 因为回忆就像是一潭水 你越搅动 它越动荡的厉害 你越想刻意地忘记 它便越让你记忆深刻 就像这毒药 一旦识下 剧毒识性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苦口良药 不要去恨 也不要刻意去忘 或许 这份爱 这份回忆 并不会成为你的负担 它会慢慢消失 也许会变成养分 滋养你以后的生活 锦绣 锦绣 我 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 有点乱啊 但是锦绣 我只想告诉你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你应该有你新的生活 如果你愿意 以后的路我想 王大哥 你帮了我很多 当日若不是你 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死了 我心里很感激你 真的很感激你 可是有些事情 是毒药也好 良药也罢 你就是没有办法忘记 你说得对 爱情就像毒药 喝下去会死 可你还是会喝不是吗 对不起 锦绣 我只想对你好 我明白 也罢 只要你好 我甘愿做你的大哥 只做你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 最近怎么好像胖了 我 怎么了 姐 帮我叫黄医生过来 快去 好 怎么样 你先出去 现在可以说 明珠小姐 您这是有了身孕 大概已经有两个月左右 你确定 不会错 不过 明珠小姐的身体 状况不太好 明珠小姐近来 是不是在 吸食鸦片膏一类的东西 没有的事 无论如何 我建议明珠小姐 还是尽快到我们医院 戒掉阴影 你的体质 已经被阉毒侵害 长久以往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啊 我不希望这件事情有任何人知道 包括像先生 多谢 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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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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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这个出生的 为什么 不可能 为什么 是这个出生的 为什么都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要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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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灵 精灵 阿姐 怎么了 买打胎药回来 打胎药 什么都不要问 马上去买 我去 你先出去吧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紧 走了 归属了天堂 因为不安的爱 崇拜了信仰 因为流浪的心 归属了天堂 因为不安的爱 崇拜了信仰